我知道你很喜歡 One More Evil 藍牙耳機 我介紹給超多朋友用 現在它有隻大吃風版 我現在快要讀你 這麼搞笑 大家好 歡迎收看耳機是音樂人 我是顧老明 我是小許 在未正式開始之前 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一有新片就會收到通知 另外最重要是 Like我們的Facebook Follow我們的IG 我們一有新片就會放上去 你都會收到最新的資訊 你剛才說了給我聽 One More 藍牙耳機 其實One More 藍牙的品牌 認識我的朋友 都知道我是 都大賺了 又大賺 我真的很不空 這個One More Evil 我想我是否多過一條片 已經不斷狂推 有興趣的朋友 真的要查看 One More Evil 可以看回我們的影片 最重要是親自去試 真的好聽 出奇地 以這種價錢 因為當時是一圈一圈 其實它都可以打很多旗艦級的 True Wireless 耳機 今次有One More的Sono Flow 小許可否介紹一下 其實我真的沒有試過 Sono Flow 這次用了40mm的濾鑽石動圈單元 濾鑽石單元 我們在單元經驗來說 都一定有它的水準 所以聲音方面 都會有它的質素 而它支援的解碼 今次有SBC 還有AAC 還有大家很期待的LDAC 如果有LDAC 就真的沒得輸了 可以聽到高清 再加上它日本的 High Res 認證 聲音方面一定有保證 即是用Sony 機的朋友 就應該可以考慮一下這個耳機 在技術方面 其實EVO 有的東西 Solo Flow 裡面都有 是不是 價錢不就是這麼貴 都是千多元 反而相反到價錢 更便宜了很多 這次親民的程度 你估計不到 那就玩完了 你想有這個性價比 這個聲音 它應該都真的玩完了 它的降噪功能 今次也很厲害 它有自家開發的QuietMask 雙攜智能降噪技術 這個降噪技術 我覺得都真的挺有驚喜 剛才我和阿明在大學街上走 接著我一聽 它的降噪一開就熟 接著真的靜了 但它最特別之處就是 我開了降噪和阿明聊天 都依然聽到阿明的聲音 那真的沒有降噪 但有降噪 它後面的背景聲音還是減了 但我依然聽到 在你跟我說話的聲音 OK 這個很過癮 還有它的AI智能通話技術 它在打電話和WhatsApp的語音錄音 都是收得很清 我們現在就去聽聽 我剛才在街上試這個錄音的聲音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在用OneMore的Solo4 在大友街的大馬路中心 在試這個WhatsApp的錄音 收不收到 阿明聽不聽到 1 2 3 其實收出來都很清 亦沒有潛水的感覺 我覺得它在通話的降噪技術方面 都做得挺好的 因為它本身OneMore都不錯 Evil這個都挺好的 因為我們戴著頭部 那麼遠的距離 都收得很清 所以它的技術都挺強的 是的 小飛剛才是戴著耳機 很久 霸住了很久 我真的沒有試 我都很想試一下聲音是如何 它剛才嘗試了很久 我現在嘗試聽一下 阿明 試完感覺如何 剛才看到你摸頭 又摸頭 摸頭 摸頭 是的 因為最近有一個朋友的樂隊 叫做Once 他出了一個新歌 就叫做壓力山大 這麼有名字嗎 是的 很搞笑 這首歌會說難得放假 但又被人吵架 為什麼會聽這首歌 就是一來的出新歌 而你這個耳機都給我這種感覺 就是你戴上去之後 就好像跟那個 降噪真的做得挺好的 你會感覺到有一刻的寧靜 說回那首歌 我最喜歡的一個pop punk的曲風 整首歌 如果大家很喜歡通力樂隊 通力樂隊 我會覺得這一隊大家都會喜歡 我自己就更加喜歡 因為所有錄音 編曲 都更加有心機 我自己覺得 歌鼓打得很好的 我很喜歡打 因為它有很多ghost note 一首很普通的歌 其實你可以 就是golf樂德 即是golf很漂亮 golf樂德 它又不是 會有些ghost note 就是有心思 心思的東西 你聽到是 用這個耳機來聽 非常澎湃的感覺 是好聽的 不過我也是喜歡evil那種 始終我不是很喜歡大耳牛 聽過 因為我喜歡這些東西比較接近 但是它還未至於空洞 這個我是值得給它 因為我很怕這些大耳牛很空洞 是的 它又味道那種鑑定級 它真的還是比較consumer一點 是consumer一點 但是你剛才說這麼便宜 是的 有這個降噪和這樣的聲音 已經是收貨 小虛你覺得呢 你藍牙的時候我自己也不是要求它要超級好聲 又或者去到那些很monitor 反而我是要藍牙它 給你真是一個你聽歌要舒服 你去到聽所有東西 不會覺得蒙 不會覺得散 也不會像阿銘所說的空洞的感覺 我聽了UASOBE的新歌 叫祝福 就是這個新高達 叫水星魔女的主題曲 因為UASOBE都比較EDM 電子那些 反而這隻耳機我聽下去 是挺適合的 反而好像阿銘所說 跟BASS它也有 反而它聽到一些 爽的 爽的 但是它也不會有很多 蓋到其他 車子沒有了 那些 高音位都沒有了 其實都挺好的 如果這隻耳機 我聽高反而會生降噪 生降噪 因為它的降噪 就是你一按了來聽高 它會推動得很厲害 真的好像學了M 哦 我知道它有APP 但是那個APP 原來是跟我本身的 是用得上的 對 如果我本身有用EVO 你就不用再下載另一個APP 就可以用 但是它可能跟它的價錢一樣 它是比較少的 它沒有那麼多東西 它這次的APP 就少了Sound ID 但同樣地它又多了12款EQ 讓你去到選擇 那些EQ好像有來頭 是的 它那12款EQ 就有這個格林味 錄音師有份參與 去調節 調節出來 不過我剛才沒有玩 因為都是想聽完 原汁原味的耳機 那種感覺如何 我都覺得很舒服 用AAC 立了iPhone X 其實都可以的 那幾個水 如果你想接觸這件事 不想大灑金錢 我覺得絕對是可以試這個 就是One More的Sonoflow 以這樣的價錢 有這麼多規格 我覺得是可以感受一下 我的鋼粗 頭戴式耳機 是甚麼一回事 而且它是戴得舒服的 我最怕有時候這些PAT 太小了 吸不到耳朵 現在吸到很舒服 最容易測試到的 就是你買這些去搭飛機 現在通關了 很多時候 很多朋友都會搭飛機 因為喜歡搭長途車的朋友 絕對可以考慮這隻機 我都明白 你搭飛機 其實你戴Custom 或是很入意識的 都是有時會有一點痛苦的感覺 對 因為氣壓 搭巴士 現在你知道的 香港的交通工具 這麼吵鬧 這麼黑人爭 有時戴著耳筒也好 不過我留意到 越來越多人戴耳筒 越來越多人戴耳筒 就像這些不關事 我尖沙咀上班 有時上班時 有很多OL 穿西裝 都是戴耳筒 可能現在流行戴耳筒 剛才說到乘飛機 其實我們乘飛機 最不想的就是充電 它的電量 它不開鋼噪時 其實都用了70個小時 這麼久 是的 其實你從家出門樓 去到你的目的地 應該都不用再充電 那也不錯 它開了鋼噪時 都用了50個小時 你問我 其實我用了EVO 你用了這個多點 我用了EVO 真的不是很小點充電 就算是我以為它沒有電 然後刮進去 接著很快就變成綠燈 即是充電好了 它們有一個很厲害的技術 就是5分鐘快充5個小時 是的 它們電那方面是做得很好 我覺得比起AirPods Pro 它真的用你充電了這麼久 是第二代用了 但我都覺得它們的電 都用得很快 如果不是單純只是享受聲音方面 你想感受無線的感覺 因為我都用了一段時間 它無線的感覺 其實我家裡用很舒服 降噪也好 即是別人跟我說話 又可以剪掉一些 我又可以專心去看我的動畫 因為它開了降噪之後 它的聲音增強了 我看高達裡面的爆炸聲都爽了 反而我會在用途多方面 我明明說藍牙買回來 我不會單純只是用來聽歌 即是去到看片或看電影 甚至打機 雖然打機還有微小延期 看藍牙都少少延期了 就未到延期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面都還可以 雖然它是藍牙的無線頭大耳罩 但我們在沒有電的情況之下 我們依然還可以駁回一條線 去到繼續插你的不同的器材 又可以一物兩用 又不用只用藍牙 你又可以上插電腦時 亦都可以這樣玩 但有沒有說誰比較好聲 在我自己 我依然覺得藍牙比較好聲 對 好像上次也有看過的 耳機可以插線 又是一插線 就會沒有藍牙那麼好聲 所以可能線不夠漂亮 要買線找誰 未必是這條線不夠 是因為藍牙方面的抗音技術做得越來越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時插線 都比起沒有插線 即是沒有插線 是比起有插線好聽 這也是我對這個One More EVO的感覺 期待有一個 他們One More會出一個更厲害的 更旗艦的大耳牛 亦都看看會不會有這個EVO的跟進版 如果有的話 我相信我都會第一時間去試 希望各位朋友都喜歡這次的影片 亦都真心推介One More EVO 我講了很多次 希望我們剪片的哥哥不要剪掉 如果大家有使用One More 亦都很開心 不妨在下面留言 再有好東西再跟大家介紹 下次再見 拜拜